如果你們是螞蟻轉世 超級愛吃甜食的 不是老大要嚇你 你不僅僅會胖成一隻卡比獸 你身體的老化 變老的速度還會比別人快兩倍 又大家好我是七老大 吃糖當然就會有幸福感 但是壞處也是慶祝難輸 數都數不完 但是各位你不要一聽到 哎呀要戒糖啦 你就覺得慘絕人寰 嚇得趕緊 這個喝一口珍珠奶茶壓壓盡 因為只要你能夠忍住 乖乖的去戒糖14天 你的身體 居然會有以下7種驚人的變化 來戒糖變化之一 叫體重體脂下降 全身水腫全消 我們身體它的燃料 當然主要的就是 糖類以及釋放 所以當你開始戒足了糖類之後 你的身體會怎樣 快速的燃燒脂肪 自然你體脂體重全部都會大幅的下降 而且還不容易腹胖 再來啊 中醫上有說到 甜食屬濕 它會去耗損你的脾胃脂氣 害你體內的濕氣加重 就會造成你的腹部 脂肪去囤積以及水腫 所以啦 戒糖它就等於廚師 就等於消水腫 於是你就能夠跟那個 甲鈴一樣 是這個身輕乳焰 健步如飛啦 再來戒糖變化之二叫做皮膚 會變好 戒糖它不僅僅是 改善你的這個痘痘九糟肌的問題 連同你的皮膚都會更加的 水嫩年輕透亮 讓你整個人跟新的一樣 因為喔 為什麼 太多的糖類 它會刺激我們體內 餘導素分泌 當餘導素的濃度只要一高 你的皮膚開始進行的叫什麼 發炎反應 所以啊 各種的痘痘啊 腦化啊 全部都會產生 而且啊 糖化之後的皮膚 它會產生啊 這個非常大量的叫 Ages 它會導致什麼 彈性纖維 膠原蛋白 全部被破壞 這個就是你 年紀輕輕 24歲 就鬆弛皺紋 暗塞 最大的兇手 好不好 尤其你不只吃糖 你還飲酒 你這個是更加的這個 更加的嚴重啦 所以啊 老大跟你們打包票 戒糖 它對於你想要皮膚的年輕喔 真的是比你們長跑醫美 更加有用 再來 戒糖的變化之三 叫做什麼 臉型改變 剛剛有講到嘛 戒糖不只是對皮膚會變好 它其實連臉型都會跟著變化喔 這個是 小紅書上面一位媽媽 戒糖之後臉型的這個比對 然後呢 這個是我 戒糖之後臉型的比對 不是啊 放錯了啦 這個才對 好不好 即使喔 體重它沒有多大的變化 都會讓你們看起來啊 整個臉是非常的精緻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 臉鬆 臉垮 臉垂 臉腫 全都是因為吃太多糖 一旦 只要你戒糖 你的眼睛 臉頰 各種皮膚的發炎反應降低 就連你眼皮的浮腫 黑眼圈全部都會改善 讓你整個臉看起來 是這個精緻又結實 再來啊 借糖變化之勢 叫什麼 視力居然會變好 你說 借糖觀眼睛屁事啊 又不是用眼睛吃糖的 還是屁眼 有沒有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想不到吧 我們的眼睛啊 視覺神經 它是需要一個東西叫維他命B2 能夠去維持它的健康 而糖分的代謝偏偏也是 去會去破壞你的維他命B2 所以啊 當你吃進很多糖的時候 你身體的維他命B2不夠用 進而導致就會 你的視神經發炎 你的視力模糊 你的視力下降等症狀 所以啦 減少糖分 確實是能夠去改善視力 降低模糊 還可以降低視網膜的病變 講到這裡我就想到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戒糖一個月之後 他視力同0.7直接變回1.0 現在看得超清楚 一部分是戒糖的原因 另外一部分 是他教了一個18歲幼稚的 幹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再來 戒糖的變化之五 減少憂慮以及焦慮 心情整組會變好 啊 你想說這個 吃糖明明就是幸福感的來源啊 怎麼可能戒糖之後 你心情會變好 來 事情不是你們憨人想的這樣 糖分它會引起我們體內的發炎反應 於是乎這個大腦就處在一個 高壓 沮喪 情緒異常波動的狀態 所以啊 戒除糖分 心情自然就平靜而開心 當然啦 戒糖的頭幾天 你會因為糖啊 它是一種癮 它會讓你很不習慣 但是喔 戒除糖分第四天開始 你就會發現你的情緒啊 是處在非常開朗的階段 七天以後啊 你是啊 身輕如燕 心情愉悅 為什麼 我們舌頭上面 有一個味蕾 這個機制 它大概是每七天左右 會進行一次的更新 所以啊 你熬過前幾天 你就好啦 再來啊 戒糖的變化之六 當然就是我們精神會變好 體力會很充沛 為什麼 維他命B1 是可以幫助我們消除疲勞 提振精神 同時增加增強免疫力的 偏偏你的身體啊 吃進大量的糖分 它會去消耗你的維他命B1 所以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甜食吃完之後 你很容易身體很累 很想睡覺 打哈欠 有沒有 這個就叫我們 這個糖韻 大家都這樣說 喝很多牛奶 這個叫乳韻 好不好 反正總而言之啊 就是你們試試幾天 不吃甜食 好不好 你喔 這個發現你的大腦味 異常的清醒 你幾天不喝牛奶 好不好 你就會發現啊 你這個 會變得比較小 好 不要亂講啦 不吃甜食好不好 注意力就會跟著更加的集中 更加的這個 脫高啦 好不好 啊不是那個是乳韻的部分 是更加集中 更加的這個提高啦 再來啊 這個 這個芥糖的變化之期啊 也是我們最後一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那種很難睡的 很多夢的 稍微有驚動 你又很容易醒的 這種睡眠品質很差 你一定要試試看 這個芥糖好不好 因為高糖分的甜食 還有精緻的澱粉 它是會去加速你身體分泌 胰島素 讓你的血糖快速的下降 當你的血糖啊 快速下降之後 又會刺激你的腎上腺素 以及皮脂醇等等 當這些荷爾蒙的物質 跟雲霄飛車一樣 呼高呼低 就會去干擾你的睡眠 聽到這裡啊 相信芥糖的好處啊 是不是已經讓各位高潮了 當然啦 糖它是一種癮啊 要戒斷啊 是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 今天奇奇老大 在這邊去加碼分享幾個 戒糖小撇步 讓你戒糖的過程是一般奉順 好不好 首先啊 我們要先找一個伴 樓頂揪樓 什麼東西 樓頂揪樓卡 樓上揪樓下的意思 再講一次 老頂揪樓卡 告白你一個原住民 哈哈哈 好不好都不跟我講主題 反正不管 樓頂揪樓下 小三揪小王 一起互相支持 大家來切磋 就會更加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這個 老大的 FB社團 來 讓這個若綺來講一下 變美負負擔 老大給你送 為什麼要他講咧 因為這個社團啊 自從他開始經營之後 都快荒廢了 好不好 真的是這樣子 大家都不講話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真的 大家一起進來 讓他熱鬧一下 好不好 我們就會在裡面一起發起 圍期 14天的借糖挑戰 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個參加 接著啊 就是借糖建議 當然 借糖要循序漸進 老大以前有教過你們這個 飲料77法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啊 你要把你喝的 飲料甜度 和量 通通先減少3成 只喝7成 77不就49了嗎 你直接就可以減少一半了 對不對 再來正餐啊 你要吃的澱粉的量 你給他減少3成 這樣一來啊 基本上只要一個禮拜 你糖分已經大幅的下降了 而且他不會讓你感覺到 非常的痛苦 再來喔 還有一個這個建議就是 你要準備一些 你想要吃甜食 吃糖類的時候 的一些替代品 在身邊 例如說 無調味的堅果啊 例如說80%以上的黑巧克力啊 例如說一些低卡的水果啊 例如說 蘋果啊 奇異果等等 他們就會是你借糖的好夥伴 然後喔 有四種的食物 是可以幫助我們喔 去控制血糖 還可以這個抑制飢餓感 同時降低你對糖的欲望 第一個是什麼 高蛋白質 例如說這個 雞蛋啊 燕麥啊 烏湯豆醬 再來第二個是 高鈣的東西 菠菜啊 豆腐 小魚肝等等 第三個 維他命D 例如說這個 木耳啊 鮭魚 香菇 豬肝等等 再來第四個 發酵的食品 例如說這個 若綺的襪子 不是啦 優格好不好 衛生 泡菜等等 以上這四類 只要你多吃 你就會發現 你對於糖類的一種依賴 會大幅度的減少啦 好啦 以上就是啊 老大今天啊 跟大家分享啊 芥糖秘訣 但是啊 我知道啦 Life is so hard 偶爾吃吃甜食啊 當然就是一種小確幸 但是啊 我們想辦法 盡量能夠做到 芥糖 芥糖 你一定會更加的 美麗更加的健康 好啦 再次提醒啊 你有真的想要 減肥的 芥糖的 七味粉們 一起加入老大的社團 讓老大陪你們 一起變美吧 我是七七老大 分享訂閱留言 打開小鈴鐺 就是你對我最好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